中文字幕 tray 中文字幕提供 第2件事就是正式開始的時候 如果大家興趣可以拿來 搭乳動物達塔 叫LULES是這裏的動物理員 在開始之前也要等我稍微跟大家說一下要注意事項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們這一檔是可以拍照可以錄影的 但只要記得將你們的閃光燈吃掉它 因為閃光燈是用機會刺激到我們動物朋友的眼睛 留在上面的座位其實都可以很清晰和聽到我們的狀態 我們動物朋友出來了 我們先打一聲招呼 先打一聲招呼 各位大家以前的就是住在我們海團探秘的加州海獅朋友 今天就叫做伯伯 今天伯伯最主要就是為大家示範一下我們一場當中 會和我們的海獅朋友進行什麼工作 首先第一件事我相信大家應該每天都會做 每天早上起床會發大口咀 沒錯 我們每天早上也會幫我們的海獅朋友去刷牙 我們有一個電動牙刷 會有一個動物專用的形態牙膏 叫做Hexerine 我們會請他們來刷大口 走完捉隻牙捉隻牙捉隻牙 都會刷的 在衛生意見 其實我們每一隻動物專用的海豚 每一隻動物專用的產品 都會有他們主要用的產品 之前有朋友可能就會見到 牙齒的牙齒 不可以 可能就有一個電動物 你們又說近日都會刷牙 為什麼牙齒會黑色呢 其實黑色那邊是一場眼睛 和他們共生用來保護牙齒的 所以實際上當我們看到牙齒是黑色的時候 才是一個正常健康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會是第二項的護理工作 大家現在出國一餐廳吃飯 都要刷這個海生產品 但是還有一件事 就是體溫 其實我們也可以幫我們海獅朋友量多 他們的體溫 他們的皮膚都比較厚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 傳統一個準確的方法 就是乾淡的方式 幫他們幫助我們的體溫 我們現在可以用一個動物專用的 探渦機 他用一條探測舌 消毒乾淨的探測舌 再上一條探測 才會放入他們的肛門的位置 加上海獅的肛門位置 就會在他們看見短小的尾巴下方 放進去大約一分鐘左右 就會有毒素出來 作為一隻捕魚類動物 我們現在捕魚類動物 原來我們人類 又是大家面前的加州海獅的朋友 我們都是貧困動物來的 正常性方達 他們會維持在三十度至三十七度左右 如果我們真的發現他們的體溫 平衡高 或者偏低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回聯絡 我們的壽音團隊 幫他們進行這個身體檢查 因為很多朋友跟我們說 不可以很不直接跟我們說 是否覺得不舒服 所以最主要都是依靠我們平時的細心照顧 日常一些詳細檢查 去確保他們的身體狀況是沒有問題的 最後就是第三項的護理工作 和抽血有關的 那我們的壽音團隊 等級會幫我們的海獅朋友抽血化驗 那會令他們在整個過程中 輕鬆一點、放鬆一點 我們日常當中 亦都會有一些練習 給他們贊 問一下整個抽血的流程是怎樣的 那加州海獅的抽血部位 分別有他們的前期契下的選項 還有他們的團奧 那今天我們會來示範一下 前期契下的抽血練習 首先我們會摸開它 摸一下它 即合進這個練習 接著我們會用火酒麵 去消毒、乾淨、落針的部位 因為我剛剛說過 他們的皮膚比較厚 其實當中是藏住了不少細菌 甚至污垢等等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消毒、乾淨、清潔、乾淨 才會落針的 大家放心我們不會害羞 做一個日常的練習 就會急穿他們的皮膚 其實我們的針口是特製的 連磨平了 所以是並不會急珠的皮膚 這樣下去其實也有少許的 筋筋的感覺 跟他們表達 我們實際真的做抽血的時候 真的有些針會急他們的皮膚 這樣 那他們把針口放進去之後 然後再休息 再止血完之後 他們就會完成整個抽血的練習 那你日常當中 你會採用一種精煉強化的方式 去掌勵我們的海獅朋友 那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當他們做得對 就會掌勵他們 例如說是他們喜歡吃的魚 又或者是 他們給掌聲採用 其實都是一種掌勵的方式 除了這些 可能是魚 又或者掌聲之外 還有一件事 稱之為環境豐用 通告明思義 當然就是豐富他們的環境 或者是做漆具的一些東西 那這些漆具就會很有限 這樣可以刺激他們的思維 又或者是強化他們的體能 強化他們的學習 當然也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有些機會 去展示他們的天性 自然的行為 那我相信大家以前都見到 那些漆具的漆具 無論是水裡有所有的 或者在陸地上面 都非常之靈活 但是如果是野山的海獅 或者其他海洋動物 就不一定都很幸運 因為有些族稱 鬼網的廢氣漁網存在 當這些漁網 如果真的纏住了 一些海洋生命的死之的時候 就會令到他們 不可以動 不可以覓食 最終的時候 就會很大機會過死 所以我們一定要記得 就是不可能上去念 不從於大自然 不屬於這個大海洋 那麵包就完成了 我們準備了 那麵包就完成了 我們下半場 可以由道魚動物 對 當然也都 有些靈活 便是營墓的 才能出現 只能捏到 這麵包就完成了 大於是 Borny Jump的 中頸的營造 所以多年 就名為 準備海豚 那麵包 那麵包 大家知道我們香港有多少種常見的海豚呢? 好,我們有一個兩種,沒錯! 我們是兩種常見的海豚 今天有提到去見過藝術人場的中華白海豚 以及另一種叫做歌團的海豚 那他們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首先我們說一下中華白海豚 中華白海豚,我想大家的印象就會是 他們是群紅色 其實他們剛出生的時候 小朋友的時候是灰色的 只不過慢慢長大的時候 那些灰色就會退去 最後呈現出來的其實是白色 所以他們才被名為中華白海豚 那為什麼最後我們會看到的 是這個海豚色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游泳、游泳的時候 他們的血管會擴張 最後就有點像在白頭上 透了一些圓的顏色、紅色出來 最重要是要呈現為這個粉紅色 相反呢,如果是一隻江豚 他最主要的東西都只是會吃 那江豚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首先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海豚朋友 為你的背脊上去會期的 他們才會會期一下 那準備海豚 又或者是中華華海豚 都有這個期期的 但是江豚就沒有這個外面的嘴巴 看上去就圓圆 所以如果大家在海外玩 真是這麼幸運 見到我們海豚Space 可以上車 剛剛我所說的東西 去分辨一下 你們遇到的是什麼的海豚 好了 回到正題 假如大家出外山灘 真是見到很不幸的 有一陣海豚聯絡展到山灘的時候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第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打電話 打電話去四個數目字 一百五三 打電話去一百五三 這個魚柱博 跟他們講究竟在哪裏 幾點鐘見到夜情海豚 那些特徵的人 會不會是什麼顏色的人 有沒有背景 又或者是他們身上有沒有傷口 然後要留意一下 就是他們有沒有生命的跡象 如果他們有沒有呼吸過 那些眼睛都會看到大家 上去玩拖架到大海就沒事了 其實如果他們身上有些傷口等等 如果他們移動他們的話 都會加劇惡化他們身上的傷勢 雖然因為他們是一隻暴律動物 其實跟我們一樣都是用廢物來呼吸的 他們是很努力地在陸地上生存 六個小時很久的 所以最希望的情況 都是一些專業的人士 去幫他們檢查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的就是 掃牙吸的 今天時間我請了一個標準人 來看看 你們聽不出來 不知上次的掃牙吸的 漂亮 會刺到他們的眼睛 不是呀 跟著 好呀 是呀 會刺到他們的眼睛 會刺到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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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哺到眼睛 你看一下 就在這裡 你可以留意一下 他們吵著蛋糕 有一個洞 這次是水 雜雜的 以來 你會刺到眼睛 每次加上 下一次 先打開 植棒 一二 一二 這裏是最尷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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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了 比如說一扇一扇 甚至是一扇中式進入了 你可以選一扇去 女士,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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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有瓶子的話,可以放一些水,浸在水上的衣服 但是,不可以入到的,像剛剛講過的呼吸的技巧 因為這個系統是自己的繫住他們的細部 如果是直接倒一些水下去的話,是常常有機會來做生 影響到他們的呼吸運作 另外,如果大家無膠的手禮是你們戒愛脫了衣服 整身體不正式的方法都可以上進 不過有一個到月的頭髮 只要濕不住他們的肩膀 但是喜歡這個肩膀 不要接著他們的頭髮 上去的肩膀 有些像我們帶口罩 而這個心態的口罩 真的非常非常深呼吸 那麼大家已經打開電話 現在尋找我 就一直都記住了 其實我也覺得 尋找一個救命的 那當然真的尋找了 我們已經問了 這個人 就帶著請多句 大家會看到的 但是 我們也是專門運常 零於零水和咳機 我們不能幫忙 你們知道一個單單 就特意給他們的前期空íss 先充凡這樣 一事衛我們 來到我們的海峽就能夠改變 而現在我們都會做出事的 大家要去處理一些活體的過程 有很多時候都會有私體太陽 又或者是 如果大家是沒有人要處理 最終是可以出生和失去玩家 有些事情都不出現了 他們真的不出現了 他們真是不出現了 很嚴重 他們還會做生我的最新的 就是嫁給他 送員 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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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大家可以分析的話 就算是有些信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